这只丧尸吃掉了男人的脑子 却意外拥有了他的记忆 一位金发女孩浮现在脑海 美丽动人的样子 让丧尸不由地随之心动了 原来他刚刚吃掉的 正是女孩的男朋友 男朋友是个恋爱脑 当他抬起头 发现女孩就在眼前 急忙把剩下的脑子揣进口袋 擦了擦嘴 亮呛着向女孩走来 女孩吓得连连后退 扔出一把飞刀 丧尸却不疼不痒 这下女孩没辙了 只能绝望地等丧尸吃掉他 没想到 对方不仅没伤害他 还费力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将尸血涂在朱莉脸上 确认没有人味之后 便拉着他离开 他们穿越尸群 一路来到一架破旧的飞机上 这里是丧尸的家 机舱中 女孩仍害怕丧尸会伤害他 哭着蜷缩在一旁 丧尸则坐在过道对面 努力地打理好发型 想要安慰朱莉 可他不太会说话 只能张开带血的嘴巴 摇摇头示意我不会吃你 可看他恐怖的样子 更加让人不忍直视 于是丧尸只能先离开 想给朱莉一点时间独处 他坐在跑车里吃脑子 想获得更多朱莉的信息 通过男友的记忆 他发现朱莉曾多次 从尸群中死里逃生 以至于他打心底里惧怕丧尸 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对待他 他回到飞机上 看到朱莉在座椅上瑟瑟发抖 便拿出毛毯为他轻轻披上 然后拿出收藏已久的唱片 居然放弃了音乐 既然无法说出口 那就用歌声代替表达吧 朱莉惊呆了 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丧尸 在音乐的熏陶下 丧尸沉寂已久的心脏 再一次开始跳动 第二天一早 朱莉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丧尸并没有趁他睡着攻击他 便放松了戒备 他请求丧尸帮自己弄些吃的 丧尸见状十分开心 二话不说就出去找吃的 可等他离开后 朱莉却立刻逃了出去 可没跑多远 就出现一群丧尸闻着味向他靠近 就在快要被发现时 女孩被丧尸团团包围 一个男丧尸却想要英雄救美 他将自己的血涂在女孩脸上 掩盖住气味后 便教他模仿丧尸走路 可女孩而言的过于卖力 连丧尸都看不下去了 赶紧让他收敛些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尸群 回到机舱内 朱莉找到了一盒罐头 丧尸又递给他唯一一瓶酒 要知道在末世 一顿饱饭加一口啤酒是多么珍贵 朱莉吃饱喝足彻底放下了防备 开始打听起救命恩师的故事 可丧尸没有生前的记忆 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 于是朱莉便给他取名小帅 小帅很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很好记 之后几天的相处里 两人一起飙车 听音乐 跳舞 玩游戏 朱莉似乎忘记小帅是个丧尸 而小帅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他 可这天夜里 小帅发现朱莉又不见了 此时朱莉正被几只丧尸为主 拼命挥舞着割草机自卫 可很快就被冲上来的 秃头丧尸制服 危急时刻 小帅赶到现场 从丧尸口中救下他 但活人的味道 引来的不仅仅是丧尸 还有更恐怖的骷髅怪 小帅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拉起朱莉就往外逃 骷髅怪则在身后紧追不舍 好不容易甩掉一个 身后又出现另外三只 眼看被逼得走投无路 突然冲出一辆车将他们救下 原来是刚刚的秃头丧尸 其实他是小帅的好友 朱莉坐上车向停车场逃去 可到了之后才发现 那里早就被视群占领 丧尸们缓缓上前 朱莉非常害怕 下意识牵住小帅的手 小帅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看到这么虐狗的一幕 丧尸们也都停下了脚步 此刻他们的心中 好像残余的人性被唤醒了 为他们主动让开了一条路 朱莉开车带着小帅躲进一栋房子 小帅屡次救下朱莉的命 让两人的距离越来越靠近 他们就像恋人一样 为彼此拍照留恋 这时巡逻队经过 朱莉没有想要逃走 而是担心小帅的安危 一旦被发现 一定会被士兵们抱头 当晚 小帅躺在朱莉的床边 他决定告诉朱莉事情 是自己吃掉了他的男友 朱莉听到后 虽然不想承认 他也隐约有所察觉 只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一晚 从来不睡觉的小帅第一次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梦 在梦里 他是个正常的人类 朱莉和其他人可以接纳他 可当他一觉醒来 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朱莉开车逃走了 抛下小帅一只狮 他知道人类不可能会爱上自己 可心里还是怅然若狮 他顶着大鱼往回走 竟觉得有些冷 走到半路 他又遇到了他的狮友们 真爱能够感化一切吗 丧尸们看到恋人牵手 内心竟然也受到了触动 甚至开始恢复生前的意识 不幸的是 并不是所有丧尸都有变化 有一种骷髅怪 他们比普通丧尸更加恐怖 会吃一切心脏跳动的东西 如果丧尸们成功转变 必然会丧命在他们手上 于是以秃头丧尸为首的 丧尸们选择离开 开始寻找最初的转变者小帅 此时朱莉已经开车返回了基地 回到了父亲身边 小帅则心灰意冷地返回 秃头丧尸告诉他 骷髅怪正在寻找他和朱莉 因为他们 丧尸才会开始好转 小帅听到这个消息开心极了 他请求在场的丧尸们帮忙 自己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朱莉 凭借朱莉男友的记忆 小帅找到了进入基地的密道 混入了人类之中 朱莉看到他大吃一惊 赶紧把他带回房间 小帅将丧尸转变的事告诉他 朱莉觉得这是没戏 因为他的父亲是基地的指挥官 对丧尸恨之入骨 到时候根本不会给他解释的机会 而朱莉的闺蜜想到一条妙计 他们给小帅涂上口红和粉底 化妆成人类的样子 小帅照了照镜子 简直太帅了 把朱莉两人看得出神 随后他们带着小帅来到父亲的营地 想请求父亲和丧尸联手 一起打败骷髅师 可看到小帅的样子 父亲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人 掏出枪打算崩了他 幸好闺蜜及时出现 用枪抵住父亲的后脑勺 朱莉才能拉着小帅逃走 他们一直逃到丧尸群等待的地方 此时丧尸集结得越来越多 他们都产生了意识和心跳 不会无差别的吃人 而骷髅师们也追了过来 他们敲碎玻璃大举进攻 幸存者集结士兵赶到 看到丧尸和骷髅怪症互相攻击 顿时不知道该打哪一头 这是一名人类士兵被骷髅袭击 一只丧尸冲过来将骷髅师打倒 救下了人类 从这一刻起 人类便和丧尸联手 共同对抗骷髅师的进攻 与此同时 小帅正带着朱莉摆脱骷髅师的追杀 却不小心走到了死路 下面是几百米高空 后方是凶恶的骷髅 朱莉以为他们会命丧于此 小帅却告诉他 我会保护你 随后就抱紧他跳了下去 一起落入了水池 朱莉安然无恙 可小帅却摔到了池底 不过索性没有大碍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更值得高兴的是 小帅的眼睛竟变回了蓝色 代表他已经恢复成了人类 而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射进胸口 是朱莉的父亲带人赶来 他急忙护住小帅 向父亲解释 一开始父亲并不相信 可他看到小帅伤口居然在流血 只有活人才会流血 这才意识到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士兵们也纷纷放下枪 后来 骷髅狮被联手消灭 越来越多的丧尸恢复成人类 人们也放下成剑接受差异 小帅和朱莉也幸福地走到一起 虽然他还是想不起自己真正的名字